野史,又稱幣史 是知正史上沒有紀錄 或者正史上紀錄做傳聞的史事 很多都是民間的街談行說 或者是一些遺民日事 不過野史不一定是虛假的 李伯的祖先竟然是李建成之子 董卓他貪戀女報的藍色 譚從雍正吃山寨偉哥而死 陳世美其實是從來不背叛 老婆的忠神和清官 想知真假呢 歡迎收看波Sir多野史 主持人波Sir Eric Sir 歡迎來到波Sir多野史 繼續有波Sir 我是Eric 去講歷史問題 之前我們就由 宣堅 講到宣賊 上一集我們就為宣賊做了一個側寫 現在我們開始慢慢進入宣權的部份 江東三代我們基本上是全家都說了 對 沒錯 因為其實聽眾聽我們做節目 聽這個主題就好像聽一個連續劇 不可以聽完宣堅也不聽宣賊 聽得宣賊也應該說到宣權才是 當然啦 孫權他自己做皇帝 也做了很久 也算他還沒做皇帝之前那段時間 發跡那段時間 所以宣權的部份的篇幅 我們要花多大的比重去講呢 又或者是集中講他哪一個階段呢 我跟波Sir也要再研究一下 因為宣權大家的印象 很多都停留在他早年的階段 但事實上中後段的宣權 跟他早期的人生階段的時候 相差甚遠的 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 所以選擇哪一個部份來講 又或者跟前面我們講宣堅和宣賊兩父子 又如何承接呢 我們就要再研究一下 是的 但是這個禮拜 我想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也不少 沒錯 因為很有趣的 就是現在大家明白 我們參與一個遊戲 這個遊戲的規則是 只要你贏的話 他就會說你是犯規 為什麼可以是這樣的 唉 真是董卓的感覺 你贏的話你犯規 是的 公用我贏字 你輸的 那怎麼辦呢 是的 我覺得這個星期 給人的感覺就是 所謂的秩序或者規則 都崩壞了很久 是不是 但是所謂崩壞的意思是 你說大部份的人 至少都會有一個基本的容忍 的底線 就是立法會都是一個 用來去提出自己意見的地方 是不是 就算你說不同的政見 為什麼會出現一個這樣的情況呢 就是我只是稍為去提出一些主張 政治上面跟建制是有差異的 但是現在他們就全部都 給了一個這樣的罪名出來 就叫做顛覆國家政權 是不是 總之我不想誰贏 他就是顛覆國家政權 我想了很久 有什麼歷史時刻 可以跟當下去做對比呢 嗯 不是說沒有 但是我覺得硬是不能夠去 來一個 太過貼切的 類比 嗯 因為實在地 我們現在發生的事都幾 史無善禮 嗯嗯嗯嗯 是啊沒錯 那麼 當然 我們經常都說 就是讀歷史 其實亂世往往是我們有機會的時刻 是 我是會為一部分的人去製造很多的一些機會 是 那麼大家是 呃 想選擇生活是一個怎樣的時代呢 就是我覺得現在 當下我們香港人面對的情景就是 呃 秩序固然是崩壞 是 呃 呃 大家生活上又沒有去到一個最差的時間 是 但是每天都是抱著一個很沉重的心情來去過 沒錯 是不是 那你說 呃 跟我們上一集 呃 或者這兩集我們去講宣冊 宣冊的情況就是 他一方面要忍受著他爸爸 是吧 就是戰死 然後他要重振家業 是 但是另一方面 他想去找袁淑去幫他忙的時候 是 袁淑說是他叔叔 那我想想當年孫堅亦都叫幫過袁淑不少 是 但是袁淑呢 真是衰的說句 他真是契弟 是沒錯 是一個真是很喜歡開胸頭支票的契弟 其實我覺得 就是用其他作品的角色去類比袁淑 嗯 嗯 很罕有地 其實我覺得他挺非禮的 非禮 就是龍珠的非禮 是 就是鷹濕濕 答應了那些 不做背後 善你一刀的那些 是 是 就是一個非禮 但是上不到大台 很可惜啊 終歸 是不是 所以我們上一集 所以非禮也是最後淪為醜角 是啊 沒錯 但是我很樂於看到這些人 變成一些下場魔的醜角 沒錯 大家當然也知道 就是袁淑的淮南青帝 就是後來的下場如何 當然是不成功的 是 而很多時候呢 就是你說 在這些時刻 一個人的政治表態 是 就顯得很重要 是 你知不知道自己的清帝呢 你知不知道自己的清帝呢 是不是 還有一些說話呢 你不可以遲說 是 你是要及早說的 是 但是你及早說的時候 當然你都可能會面對一些風險 對 是不是 我想在三國時代風險更大 基本上你投身政治 你都預算是 你的命都斷斃了 嗯 沒錯 就是你要有這份覺悟 是啊 沒錯 而至少你看到宣察 他的那個覺悟是什麼呢 就是他心知道其實袁淑是不得人心 沒錯 他心知道袁淑是打著反漢室的旗次了 而這件事是連孫堅的所謂的勢力上的繼承者 孫賊的唐兄孫焚都很清楚 嗯 正說孫家真的出不少看得很通透的人 是啊 沒錯 所以其實都要跟這個原術斬攬 沒錯 兩個都相相跟原術斬攬 是啊 沒錯 那你投射回去香港的政治環境都是一樣的 是不是 有哪些人228是沒有被抓的 有哪些人228是有被抓的 228啊 台灣那個嗎 是 剛剛那個200 剛剛那個 是啊 是不是 又或者是被人起訴的 是不是 他們往後會說些什麼 做些什麼 在什麼重要的立場上 他們選擇退讓 還是公開出聲 是不是 這些我想就是作為政治人物 就算你說現在是面對著一個劣勢 抗爭的環境是陷入一個劣勢當中 這個也是公眾的問題 沒錯 是不是 宣察至少他做對了一件事 我們之前也說過 其實他做了兩件事 他是去挽救自己的形象 因為他的唱會是什麼 江湖小白王 沒錯 是不是 做些什麼呢 殺人 對 兩件事 有一件事他沒有做到 就是直逼去許都 就是奪憲憲低 是不是 他沒有做到 他沒有做到 而另一件事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就是跟元朔斬攬 是不是 話說他跟元朔斬攬之後 宣察他就一直進兵 就是去爭奪江東的地盤 甚至乎推進到盧江 推進到盧江的時候 就發生了一個很重要的劇情 就是大小二喬 就是要 阿喬元 喬佬出現 是喬佬的兩個女兒 OK 就是成為了周瑜和孫賊 你說完都這麼沉重 之後說大小二喬 感覺有點反攻潮 不要這麼說 亂世都應該要有愛情 OK 真不得了 亂世怎麼可以沒有愛情 亂世愛情比較難 不是 亂世愛情都不失為是一種 對大家精神上的安慰 還有也是一種 另一種悲壯 不要這麼說 周瑜取小喬 宣察取大喬也沒什麼人看 不知道為什麼 宣察取大喬真的沒什麼人說 不知道 大喬被人的 就算在流行文化中的形象 也沒有小喬那麼深刻 是啊 不知道為什麼 小喬怎麼說 我想可能因為歷代文人 也會很喜歡包養 周瑜的時跡 例如蘇東波 對 於是大家經常都會覺得 一個男人的人生的藍徒 最成功莫覺於此 三十七頭 沒錯 娶到小喬 小喬初駕了紅之英發 與仙關根祥老虎非煙滅 然後打扮曹操 然後就明揚天下 但是那又怎麼樣 然後就很快成員 然後就過身了 很快就過身了 對不對 這一張 都算是宣察人生裡面的一段 值得一說的小節 都是小巔峰來的 可以說是 後面那一句才是巔峰 周瑜啊 是啊 沒錯 但對於宣察人來說 在他取完大橋之後 後面發生的事 也是他的巔峰 他找他的殺父上報仇 尋找黃祖 當然黃祖不是死於他手上 但是他是主動發兵 去攻擊黃祖 因為我們幾集之前提過 宣堅去進攻劉表的時候 其實就是由黃祖帶兵 在亂戰之中擊敗了宣堅 令宣堅受寵傷而死 所以我想也算是殺父仇人 絕對是 而今次黃祖還要被宣察 打到全軍覆沒 嘩 宣察帶兵 宣察帶兵極之一流 你想想其實在史書上 之前上一個被稱為霸王的人 就是漢宇 然後就落到他 我想在他的帶兵風格 人的形象上 都有一些跟漢宇可以相提並論 可以相提並論 然後他再去攻擊 這個就是宇章郡 宇章郡當時太守是誰 誰 管陵國籍的故事 另一個主角是誰 我都忘記了 華音 我都忘記了 就是華音 華音 他沒有去榮走出去追著的 靚車在走的華音 其實我又覺得管陵國籍 這個故事 華音也只是稍微不專心 你不要說他 稍微有車 很簡單 兩件事 問一下各位觀眾 問一下Eric Sir 大家如果在掘掘一下地 大家有興趣去野外 現在有機耕種 掘掘一下地 忽然間看到一包金 你撿不撿 這個第一個問題 至少我要停下來問一下 我自己撿不撿 你也很掙扎 華音 就真的想一想地撿 正常人 但管陵就是不撿 完全不理 當他屎一樣不理 第二件事就是 讀讀下一書 外面有個靚車經過 華音就說是靚車 追著你走 管陵就很專心去看書 華音回來之後 管陵就說 你這些人 很難跟你做朋友 然後割蓆 真的實際割開了一張 你是華音 你怎麼看 你會不會覺得 這個人有強迫症 叫割蓆的應該是我先 為什麼是你 我自己讀書的時候 我覺得管陵這個人 似乎是有強迫症之類的 我看完那個故事之後 我方溫那時候看這個故事 因為小學那時候聽得多 方溫真的去看這個故事 老師有教 然後我心想 如果有美女走過 而我旁邊的朋友 真的走來跟我說 因為見到我 走去顧著網的女生 而不認真讀書 應該是我 怕去我的朋友 我覺得第一件事就是 你的朋友可能是暗戀 是啊 我心想應該首先 第一 應該首先我怕去這個朋友 是不是 就是 他暗戀我 我不知道 我問剛才 我會疾是有原因的 你問我管陵的故事 另一個是誰 我疾是有原因的 我第一個腦中出現的反應是華安 但我沒理由 沒理由不是華安 華安 OK 不是唐泰虎怎麼收香 出事 出事 我反而就忘記了 唉這樣 總之我們重數宣察當時評定 江東各地勢力的時序表 其實就差不多用了六年的時間 就完成了整個罷頁 我們上回就提到 他去討伐揚州的劉瑤 其實如果看回整個次序 應該是什麼呢 他首先就是去 聲討這個 就是他的殺父仇人 王祖 是 然後就是震懾了 就是這個 啊 震懾了這個 荊州的力量 是 與此同時他又擊破的就是 剛才提到劉瑤 王朗 王朗上一集出現過 那位被諸葛亮罵死 那位 當然是否真的被諸葛亮罵死 當然不是 這個三個月的演繹情節 沒錯 除了他之外 還有另一個 對手呢 就是 王朗 然後就要提到 另一個人 那個就是 許貢 但是 未提到許貢 這個人物之前 或者我們都要開始 就要為孫賊的死 就埋小腹筆 同時我們可能都要為其他節目 買一買廣告 是嗎 所以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下班回來 繼續和大家 波Sir 對的事 好